如何去利用RSI呢 就是我们去调的是20和10 当它高于80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超卖 但它低于20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超买和一个超卖 往往我们在这种教育当中 如果需要猜测底部的话 需要借助一些工具 我们之前谈这条过RSI它的一个用法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是在周二 本周二做的一笔奥比的多单 反复吃餐了两天 心里非常胶着 一上一下 浮动亏损又回到水银两平的位置 浮动盈利又回到水银两平的位置 其实像这种交易的话 多一些耐心 它可能走出来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那现在来看的话 奥比还是如愿以偿 走到了零点 因为刚才看了一下 八月份的一个九点半 公布的八月份的就业人口变化 使得奥比出现了一个 再次出现了一个下上的一个挺身 当然昨天晚上 其实奥比的整体表现就相对比较符合咱们的预期 昨天我刚刚从机场出来的时候就看到 当时奥比就已经走到了我们0.7150的位置 就是咱们去制定的第一个目标位置 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0.72 0.72整数关卡还差一点点 还差大概20个点左右 就到达我们第二目标位 当然我们这个第二目标位来看的话 好像似乎在这个4小时上 没有出现任何转记的信号 就是这个多头 你看连续1 2 3 4 5 6 7 连续6到7根4小时的大阳线上转上来 所以说这个目标咱们暂时不去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现在它走到了一个 我们之前预估的一个第二目标的预期位 但是由于在现在整个市场的多头行情 它的情绪现在还正在当头 所以说我们暂时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大家还不需要去完全了解奥比的一个多单 说不定破1 0.72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底部 往上走0.73 0.74 0.75都有可能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 大家应该做的是耐心的再等待一下 如果它出现转记的信号 不排除我也会反手去做空 但是在此之前 我建议大家先将止损移动到损一两平的位置 并且继续保持奥比的一个多单 止损不是移动损一两平的位置 止损是移动到昨天咱们第一目标位 大概是在0.71487的位置 止损移动上来 移动到这个位置 0.71485咱们的第一目标位 止损移动上来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已经出了一个小的中计 你看 再走上去 它如果要再出小的中计的话就可能破上去 那当然这个地方 它如果0.72没有办法上破 形成顶部形态的话 还是有可能下来的 所以说咱们先把提前把这个准备工作把它做好 先将止损移动上来 就算它最差的结果 出现一个意外的崩跌 再次打下来的话 我也可以保证这笔交易 我是一个做到一个1比1的一个损一 19点 看一下啊 69.88 最高价格是点到71 最高价格点到71 XABCD 忽略形态已经形成 OK忽略形态已经形成 但是我今天没有即使入场 我没有在地方挂单入场 挂单入场的话 现在应该是略有 盈余 略有这个浮动的盈利 那我打算等待在 一小时当中 它往上再测一下 大家去看这个地方测了一次 你看 一次上来 再下去 再测一次 还是那个老办法 老方法 大家知道什么老方法吧 对吧 你看 在蝴蝶形态的一个空点范围之内 形成双顶结构 形成双顶结构 去做空的概率 成功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 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呢 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入场 昨天没有走得太强了 所以说没有考虑在地方挂单 当它今天形成形态 并且这个地方走下来 又构成双顶的一个 可能性的时候 刚才 刚才待会走上去 我就会在 71 这个地方 通知大家去空它 止损大概是放在前方高点之上 往下走 原有我今天是打算去空的 然后我们下个律师的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动作 然后再次将它进行 走下来 走下来 然后再次将它的